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4月10号星期三 大家好 不知道为什么每年一到4月份 老有人就提起来清华的朱令 是吧 叫朱令 他好像是九几年的事 这个事其实说实话十几年前就特别火 我记得我没来 这个事我其实真正的 就是说对他挺感兴趣的 去研究他 是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还没在美国 还在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了大量的 关于这个案件的材料 当时我记得好像在天涯上 闹得特别火 有很多的帖子 各种东西 我记得我看了好多 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就有网友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跟我说 想让我说说这个案子 去年差不多也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 咱们刚开始做频道 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梦想 或者是一个幻想 就是尽量不惹观众 不高兴 别让人骂我 然后一年过后 我发现去吧 他们随便带他 骂他妈 我已经放弃了 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幻想 现在的目标 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来骂 我现在觉得已经无所谓了 我已经百度不清了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说实话 然后大家 还是有支持的 还是有支持的 这个肯定的 还是支持的 说实话就行了 说实话就好 所以这个案件 我说点事实 关于这个案件 其实争议比较大的 主要在哪儿呢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 凶手的家庭背景 影响了这个案件的侦破 首先我在这说 我知道我说这肯定挨骂 我觉得这个事不对 大家关注点是有问题的 可能有人不了解案件 我大概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朱令 这个女生是清华大学 然后是高材生 学习成绩很好 然后这个就是德才兼 不能说德 反正就是说这个才艺双心 你知道吗 好像还会弹琴什么的 各方面都特别好 会画画会弹琴 非常优秀的一位女同学 然后这个突然就发生了 有一种就是说病变 好像就是中毒的一种现象 那前后好像两到三次 最后闹得越来越严重了 他的这个事情 说实话 我觉得最后他的病情 闹得这么严重 主要还是医院有责任 医院的误判了病情 医院的几次的治疗 都把病情认为是别的 都是由医院误诊导致的 以至于后来到了后期 就是互联网发达了 他到有一些同学 把他的案情翻译成英文 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 那么很多国家的这些专家 医学学者什么的 都给发来的 其实大家意见 几乎可以说是统一的 就是8% 90%的这种专家级别的 就一看这就是典型的 他中毒 在这种情况之上 他的同学拿着国外专家 发来的这种 就是说这么多人 确认的这么一个情况 医院还是没有 给予足够的及时的重视 一直到最后拖到不行了 才就是说按照他中毒来治疗 导致他的身体 就现在从 基本上他现在就属于 我觉得就是一个残废的状态 基本上没有办法过 这场人生活了 我觉得医院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你认为医院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为医院根本想不到 那时候的医院哪想到 那时候人都比较单纯 也想不到怎么会 你往哪儿弄这东西去 他觉得你弄不着这东西 他怎么会 你就好像咱俩 突然说什么核辐射了 那医院也觉得 你住住迈哈顿 哪来的核辐射 这么多人 对不对 这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医院的问题 但是反正 前两天 不是前两天 前几年 男演员 就是船长 我的船长 Captain by Captain 死亡施射 那个盐 William 对 William死 到最后他死了之后 实际解剖才发现 医院误诊了 他得了病 然后医院误诊是另外一个 然后按照另外一个病治的 所以病情抑制不好软 特别痛苦 然后最后他自杀了 自杀之后 对实际进行解剖 发现他医院误诊了 如果要治得好的话 可能不至于自杀 你知道吗 所以医院误诊 反正哪儿都出现 我有一个同学 这个同学他在美国上学 他父亲在中国 反正生了病 到了医院也是 你知道吗 经常他妈到了医院 一看开这药 去问护士 问大夫 说大夫 您怎么给开这药 大夫看没开 一会拿护士一看 是对面那床子 打错了 没事 然后大夫说 没事 他吃这药也行 所以这个医院 怎么说 咱算了 咱先别怪医院 咱先跑 跑题 咱先回来接着 试试这个朱令 然后朱令 反正现在基本上 就没法过这上人生活了 朱令的姐姐 在她出事前几年 特别晒 是不是 有点晃眼 不过还行 还行 朱令的姐姐 前几年好像是 也是跟同学出去玩 在香山 然后不小心好像 是掉下去 我忘了是哪个山了 反正去爬山 从山上掉下去了 这个事 我首先来说 我这次讲这个之前 我一点功课都没做 我那是十几年前 看了这个案子 十几年前 我认为我得到的真相 这次我一点都没看上 十几年 我就凭这印象 我来讲 讲到哪 算哪 然后而且这个案件 因为比较敏感 我尽量 我也不想说那些人的名字了 好吧 就朱令就没办法了 等于提一下他名字 其他人名字 我都不提了 时间地点 我也不提了 我只说这个事 好吧 反正你们也了解 也了解我的风格 我说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子 把本质抓住就行 除了时间地点 人物不对以外 其他的都对 这样就行了 他姐姐反正跟人爬山 然后从山上掉下去 摔死了 然后后来又出了他这事 他父母挺不容易的 好像就带了这姐脸 然后姐脸都是高材生 然后都是好像学习 都是特别好 这个朱令的事件 就是说他中毒 咱这样吧 直接切入主题 我就说我的见解得得了 我认为不是因为凶手的家庭背景 我认为是什么 首先就是说这个案件侦破了 我认为其实侦破了 公安局已经侦破了 公安局侦破了之后 为什么不抓人 因为是集体犯罪 这个案件 为什么一直找不出凶手来 你知道吗 牵手的人太多了 所有人都是凶手 他们一个宿舍八个人 给他下毒的是谁 另外那七个 七个一起下的 反正这是我的观点 我要说我没有任何证据 我推测好不好 是七个一起下的 这个朱令他太天才了 太勤奋 成功的人士都是偏执狂 这个我是了解的 你知道吗 这个人他寝食没有规矩 非常乐乱 而且精力旺盛 每天睡的时间短 那个时候学校 但是图书馆到点着关门了 他回来回了宿舍之后 他还是不安生 他还是要 因为他干的东西太多 他又读书 又搞琴 又弄这个 又画画 什么都搞 你知道吗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时间 导致别人也睡不好 然后导致他的同学 就是说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这么弄下去之后 我们被你挠了 都神经衰弱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 你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都被你搞得神经衰弱 其实我能理解 我这人也是这样子 就是时差特别乱 特别的混乱 然后就是 而且脑子突然想起来 什么要干点什么 马上就得起来去整 是不是 你看你被我搞得也 过两天我要踏中毒了 你们知道凶手是谁 不是 我高兴的时候就说 了不起的人 总是有着伟大的作息时间 然后哪天 如果我不高兴了 我就说神经病 都是有着杀逼的作息时间 据说 不过我要给自己 找一点理由和借口 据说老毛 就老毛以前也是这样 老毛是怎么都睡觉 知道吗 就是每一天睡觉 比前一天晚两个小时 就是说比如前天晚上10点睡 第二天是12点 然后2点4点 这么一点点 这个时间就一直在往后更迭 所以它时差是不稳定的 一直一直在转 还有谁呢 我记得好像是说是达芬奇 达芬奇的 达芬奇是每两个小时睡一刻钟 对 他是就更奇怪 比我们还奇怪 我觉得我跟老毛那种作息比较像 就每天往后拖一点 晚上往后拖一点 达芬奇呢 就比我们还还是 要不人家成就比我们还高 我这也是开玩笑 反正呢 就是这个朱令呢 他就导致啊 他的室友们都这个身形脆弱了 然后呢 室友们呢 就觉得你这么下意之后呢 你成绩是倍儿好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上课都一个个在那打盹 是不是 我们的学业都耽误了 所以呢 就跟这朱令呢 就商量 但是呢 也无果 对吧 因为呢 这个偏执 成功者都是偏执狂 你知道吧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的这个同学们呢 就是说几个人就想办法 想成就说呢 据说这几个人一直呢 在跟这个校学校的老师呀 还有这个宿舍管理员呢 去反映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事这样下也不行 但是那他们也也没辙 那给他换哪儿去 他他这人就这样 换哪儿都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七个人呢 就想了一个发 就想能不能的 让他呢 得点病 生个病 然后呢 学业比如说就落下了 然后这些期呢 就就留级了 留级了之后呢 不就跑下一年了吗 他们那时候宿舍呢 就是说大三的一起住 大二的一起住 你要一留级呢 你不就换宿舍就走了了吗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他前面呢 其实给他小剂量的 下过两次 这个他 就是说想让他得点小病 没想弄死他 你知道吗 就是想让他呢 稍微来种一点小毒 然后呢 不舒服了 然后比如说耽误 但是他吧 还特别努力 带病 坚持工作 就死活都能跟得上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一个学期啊 四个月 两个月都在医院里 他回来还是能 这人去牛逼 你知道吗 就都已经塌中毒了 说据说眼睛都看不见了吧 不影响学习 就是牛逼 就是死扛 死扛到底呢 然后最后一次呢 几个人没辙的 说咱大剂量弄他一下吧 知道吧 也没想呢 弄死他 反正比头两次 他们胆小 下的剂量小一点 最后一次呢 好像就是说剂量比较大了 就是说在一定这阶级 他干掉他 让他下学期呢 到下年级去 但是呢 也没想要他命 说实话 一阵阶级他命 就是几个人呢 也没想弄死他 也不是说跟他有仇 就是想让他得上小病的 换个宿舍就完了 就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一次呢 剂量太大了一点 然后呢 就医院呢误诊了 医院如果及时诊断 知道是他中毒呢 迅速的去治疗呢 可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下场 最后可能就耽误一两年的这个学业 可能是是这么个意思 医院的误诊呢 导致最后就这么惨了 啊 那么警方的破案呢 太简单了 对不对 最后一确诊是他中毒 那马上就能破案 你7个人 谁能接受到他呢 只有其中只有一个 好像我也不说那名字啊 就只有这么一个女生 能接着到他 那警察那回来吧 那你还哪去呢 对不对 那肯定你不是家里人 然后就在宿舍 对不对 你想这个警察 弄这案子还不简单呢 直接就滴了回来了 滴了回来 那迅速就弄明白了 弄明白之后 为什么不行呢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 影响太恶劣 7个人呢 朝一个下手 你知道吗 报出去呢 学校也很难堪 所以学校呢 对这个事情呢 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接受 然后呢 还有就是骂了 这7个人呢 也不是想弄死他 也是就是说 想让他就是说 留一年 就把他给 就挤了挤了挤了 给你挤队走 唱个小星 给你挤队走 就挤队不走 你知道吗 但是呢 这个案子只要一出来呢 这7个人的人生也都毁了 这7个全都别堕劳 而且都是清华的光学生 那个年代 能考上清华挺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那么从学校呢 从老师呢 从警方 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讲呢 都觉得这是一个悲剧 已经害了一个人的一生了 如果再搞下去的话呢 最后就8个人 全都成受害者 8个人的人生呢 都受到影响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呢 跟什么这个政府没有关系 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完全呢 就是说当局的呢 一个呢 就算是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 一个侧引之心 就想把这事呢 打 而且对学校的声誉 对各方面都不好 所以呢 就想把这事呢 就压下来 反正就这么 就压下来了 但这个这样做 对吗 我们的坚决谴责这种行为 这是绝对不对的 就是说成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这种事情就要来按法治来做 就是说你怎么绕带下 你应该要合法 对吧 中国一向呢 是人情大于法 就是我经常说 这个法律在中国 就是一个猴皮筋 想拉这么长拉这么长 不高兴 一团就是个团了 就是个团球了 你知道吗 所以很难怎么说呢 你说 但是你说你我如果是警察 如果是法官的话 这个事怎么处理呢 这就是一个悲剧 反正是让人很 也是很难受 我没刚看到 你这话筒在这 你话筒能不能搁这边 因为我压了两个话筒 录我的音 我觉得可能音质 是有问题 以前能够出过这问题 对两个话筒自己录 它那个温宫的响的 好 所以到这会儿呢 我觉得是不是挺恐怖的 有点猫肚锁栏子 是不是 已经够恐怖的了 对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事为什么去年有人让我说 我不想说 知道吗 如果就这么简单 这个事啊 我去年可能就说了 那为什么我不想说吗 还有更复杂 还有更让人难受的 你知道吗 出了这个事之后呢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然后呢 我就我跟你说 看了大量的相关的材料和东西 我又再往下看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吗 她很优秀 她姐姐也很优秀 然后她家庭的教育呢 也是要鼓励优秀 鼓励竞争 让他们更努力 她父母也是非常优秀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啊 我就想再想 她姐姐怎么死了 哎呦 然后呢 我就去查她姐姐死的一些资料和材料 通过方方面面吧 反正是我在我能查到的材料上面内 我发现一个问题 她姐姐死的也很蹊跷 最后没弄明白是怎么掉下去 一块去这人就没了 就掉下山摔死了 所以呢 我觉得啊 没有任何证据 我觉得不是自己掉下去 那为什么警察查不出来呢 不是一个人干的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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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